花蓮市原名啦啦爸志工联系会议季成长训练课程 30号上午举行而这次特别邀请了专业的手语老师 指导志工们在执行志工服务时会常需要用到的手语 包括市长魏佳燕市民代表肖明龙和平岛布定都到场参加 感谢啦啦爸志工的无私奉献 让花蓮市的各项运动都能够圆满胜利 在专业手语老师指导下啦啦爸志工们以现学的手语向市长和代表们问好 看到志工们热情的参与学习和平常无私的奉献 市长和代表们都十分感动 啦啦爸志工成立了15年 那在很多大大小小的志工服务的场合后 然后都会看见他 尤其是我们最近的一些姐妹是来访 那我相信啦啦爸志工 阿妹队长都会带领我们啦啦爸志工到车站 或是在我们公所迎接我们的贵客 那真的非常的感谢他们 成立15年 那还有那么多人 一直在志愿服务的我们所有的市民部落等等 那这边 嘉莹今天特别的来这边 感谢我们所有的哪爸志工们 火之站也好 或者在模范母亲父亲表扬也好 就是看到他们的终于 在为这个施工所任何的活动在支持 尤其在益检方面到花莲市的任何伏击站 都有看到这个益检老师们 也是阿妹所带领的 那其他的联系也好 或者协助原住民的任何的服务也好 都也看到他们这个终于 所以我们成为民意代表 他们的金费预算 在市长的编列之下 我们都全力的支持 一年一次的我们的那个所谓的干部的言席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重要 而且他们每一次的联助都是出于志愿的 这是非常难人可贵 而且他们里面有很多是双重身份 有的是部落的妇女干部班长 还有就是志工 尤其是我们最重要的是陈亚妹队长 他带领这个志工已经十几年了 那个受我们中央的那个奖励 非常的得到很多奖励 所以对我们他们来讲 对我们市民来讲是非常重要 花蓮市原住民喇喇爸志工成立15年来 在花蓮市公所各项活动现场 还有社区部落都可以看到志工们的身影 他们的热情活力和贴心服务 让花蓮市乡亲感受到温暖与幸福 花蓮市公所和市民代表会都允诺 会持续来支持志工队的各项活动推广 让志工们有更多能量来服务更多的乡亲 花蓮市公我家 借理会欢迎市报道